字幕君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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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該來了吧 喔呦 选择上来孙秀之间 抓球不要掉 两三五 能站到 吳茂茂 吳茂茂 有高 吳茂茂 太魂赛了 吳茂茂 耶~~ 歡迎各位今天來到我們今天 全明星街球派對的影片 我是尼蒙的主播 諾斯 那這次是我首次製作全明星街球派對的一個角色影片 我認為李夢最大特色就是 簡單 好用 不需要花里胡哨運球 但是卻又很難讓人守住的一個球員 那這裡我們分別會從天賦 潛能 接技 以及實戰 來為李夢這個球員來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那如果各位對於李夢這個球員要不要抽的話 不妨看過這支影片 我們再來做決定 那再來之前 還是要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乾爹 攤起手遊帶廚 那如果各位對於全明星街球派對裡面的角色 包含像是 哈登 雷納德 或是李夢想要抽的話 不妨試試看看 攤起手遊帶廚 他會讓你獲得比信用卡儲存更加優惠的價格 並且要記得報上我的名字 這樣才會享受更多優惠 好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才會接收更多NBA 2K 以及全明星街球派對的影片資訊 那首先 李夢這個角色到底要強化幾層是最好的呢 那這邊跟各位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這邊直接講結論好了 李夢這個球員要嘛二次強化 要嘛直接七次強化 理由跟各位稍微講解一下 首先CP值最好的二次強化呢 也就是我們的茂盛生長 所以當你進入到防守回合的時候 如果你的金藍萌芽疊層為0 那你就可以額外獲得一個金藍萌芽效果 你們先這邊直接有個觀念就好了 金藍萌芽是李夢這個球員非常重要的東西 無論在進攻防守上的話 只要有這個疊層他都會有額外的強化 防守守候的加速你可以直接開啟二次加速 你的火鍋範圍跟距離會額外增強 好 那接著第二個徽章0巧的突破 他就會讓你比較不容易被撞停 但這點的話我個人覺得比較沒有特別需要 但是我們第六層的強化給各位看一下 運球屬性加5 這可以增加控球速度 以及比較不會被撞停 那攻擊性這邊可以看一下 在進攻回合剩下最後5秒鐘的時候進行投籃 將消耗現在所有的金藍萌芽疊層 根據疊層提供抗干擾30% 以及命中率加5%的加成 這個徽章會直接讓李夢的一個命中率非常大的加成 並且抗干擾加30%的話 你甚至有機會在重度干擾的情況之下命中你的跳投 所以第六層的一個強化我個人覺得也是非常不錯的 那我預計應該會在最近去把他強化到至少第六層 但第七層我覺得其實也可以點 也就是會讓我們直接加5點的三分球 其實李夢這個球人的三分球我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的不韋 但當然三分球加上去的話絕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好 這就是我們對李夢這個球人本身應該要幾次突破的分析 接著在天賦方面的話 我就建議各位直接把所有的能力都給點上去 因為畢竟他吃的是紫卡資源相對起來比較簡單一點 但我這裡還是稍微講一下李夢幾個關鍵技能 包含了橫撤跳投 他的感覺會有點像當局後撤跳投那樣的感覺 這個會是我們接技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橫撤跳投是可以用金藍萌芽做一個打斷的 我原本已經要做後撤了 他這裡就會往旁邊再做一個突破 接著是我們的自動跳投 自動跳投的話他就會是原本我站了定點之後 往旁邊再跳一點點然後再進行投籃 而且他的干擾範圍的話會極度的縮小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這會是一個很好用的殺招 以及我們的背身落位 那這個技能我本身的話 他是會變成有兩種形式 一個是後撤跳投 一個就是轉身後的上籃 那這兩招的話其實也是讓人很難在籃下進行防守的 那這也是我稍微會介紹接技的一部分 接著來給各位介紹一下潛能的部分 其實我在之前的直播進化裡面有大概提過 但我這邊還是簡短的說一下 首先我們的自走砲台 運球三分是李夢本身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能 所以紅色幾乎我只推薦你帶自走砲台 接著藍色這顆基本上我也只推薦你帶我們的後發智人 因為他有中投有三分 穩定這個屬性主要是在防守的時候用到 就是你比較不會被晃倒 但是我覺得也沒什麼關係 因為比方說JumpX的那種突破之後 一定會晃倒你的技能的話 基本上他等於沒有用 但主要還是要加中投跟三分 接著綠色這顆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有兩種帶法 一個就是我們的游擊戰術 那他可以加中投 這讓他可以變成一個六邊形戰士 防守有加成 並且中投的話可以再更加多一點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內外兼具 這當然也是可以 讓多增加16點的籃板 呃...雖然李夢的籃板本身非常的不足 但是這裡可以讓他的三分球直接給他加到25 那麼既然他的中投跟三分球都會相對起來比較穩定一些 關於這點的話就純粹看你們個人 我自己是覺得我有時候會不喜歡踩到線內 但是中投這邊的話會比較容易進 所以我這邊還是選擇帶中投 那我們現在先來到練習畫面裡面 來給各位看一下李夢本身的一些接技 所以李夢在運球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我們的金藍萌芽疊層 至少至少都要有一層 各位只要記得一個簡單的口訣 4 3 1 我們來看一下 4 3 1 沒錯 剛才具體操作的話是我們按側步跳投 然後並且按突破中段 接著呢我們再用自動跳投 這樣的話就可以直接用一個小跨步 然後並且來做一個三分球 但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他不要站在太過於三分邊線的位置 要不然他會直接踩進去 我們這邊示範一下 對 他就會踩到線內 他就變成一個兩分球 通常建議呢是在大概LOGO去這個地方 這裡我們再測試一次 4 3 1 他就會變成一個三分球 然後這個跨步呢 他會是一個很小幅度的跨步 但是呢他的干擾就會大量的減少 好接著我們來稍微做個變化 那口訣話就是3 3 4 3 1 兩次突破之後 側步跳投取消 再突破 並且呢再加上一個自動跳投 我們來測試一次 3 4 3 1 沒有錯 通常兩次突破之後 如果再加上一個側步跳投 基本上對面已經會起跳了 要在這裡再突破一次 然後再加個橫移 通常要補防才有辦法防得到 不然對方可能就是LeBron James 因為他有一個360度的火鍋 要不然一般人的話是很難干擾到的 那平常如果你跑無球跑動的時候 你記得按下一個流動加速 流動加速本身呢 會增加你額外10%的一個三分球命中率 我們這邊按一下之後 接球 並且快速按一下推球速投 好接著來到我們的內線進攻 螢幕在第三段突破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小轉身 這裡如果再加上一個雙手上籃的話 他可以直接銜接上去 那會是一個行雲流水的一個上籃 好那這邊稍微測試一下 各位記得按三段就好 多按第四段的話他會拉回來 好一二三 直接銜接上去的話就是一個轉身後的上籃 這個上籃的話是直接從外線跨到裡面 那這樣的話會是一個比較四滑的一個上籃 一二三 轉身上去 啊對這就是不小心按到一個後側步啊 所以他就會變成一個拉回來 一二三 轉身上去之後直接銜接啊 好接著是我們的背身入位的部分 你在三到四米或四到五米這個地方的話 前置是突破加雙手上籃 那接著的話你可以做一些變化性 包含了三四四或三四一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三四一的話 他是一個背身後腔跳投 三四一 他是一個背身後腔跳投 那接著是三四四也就是突破轉身然後轉成上籃 那麼在背身入位的旗艦的話 你都可以給他直接轉成分球 對你在空中做後腔跳投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分球給你隊友 或者你在上籃的時候你也可以直接分給隊友 通常大部分人看到你背身入位之後想要上籃 通常都會過來做這個斜防 那斜防的話外線就會出了空檔 然後就可以直接穿給他 那麼我們大決的話會有兩個型態 第一個型態的話是我們在這個內線的這一段 就是這一大段呢 他可以直接採取一個做上籃 那這個上籃的話他是只有正面可以蓋到火鍋 那後面的話是完全蓋不到火鍋 比方說老瞻啊比方說恩比德的話 會比較難去蓋到火鍋 那當然他在做這個切入的時候 他是可以直接做傳球的 那他同時呢他會再開啟他們的另外一個被動 沒錯 被動的話就是你全中會變成綠色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開啟這個被動 那你的三分球跳投那些的話會有一些額外的加成 那並且如果你用開啟被動的形式的話 那金藍萌芽會有額外兩成的加成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做一些相關的運球動作 那這裡我舉個例子 如果對方的防守者是這個雷納德的話 來我們開個大決 來 3 3 4 3 1 通常是比較難防啊 除非對方雷納德已經鎖定到你頭上的時候 你就不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做這個進攻啊 這樣很容易被蓋啊 那在防守的時候可以做一個二段加速 這樣讓你在做這個防守的時候 會比較能蓋到對方火鍋 因為他會是有一個加成在的 不要沒事用那個後側跳投 那後側跳投真的超級無敵 你容易被蓋 那我們這裡的話再來測試一次 3 3 4 3 1 對 他在旁邊多一個自動跳投呢 那個完全不一樣 當然在無球跑動的時候你記得 在接到球之前呢 必須按一下加速 這樣可以讓你額外增加10%三分球命中率 來接球 做3分 如果你已經晃倒的話可以誰做3分啊 要不然通常都是建議你直接再來多一個這個 自動跳投啊 然後接到隊友傳球Catch and Shoot直接射 那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在進攻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金藍萌芽階段的這個 被動啊 如果沒有的話 你的這個 取消就會消失啊 你就不能取消 那這就會差很多啊 你就很容易被蓋到 你在防守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按下這個 二次加速 這樣讓你在這個 跑火鍋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蓋到 好那接著的話 我們來做幾場的這個實戰解說啊 那老實跟各位講 這幾場表現來說的話 我的防守方面沒有做到特別好 主要是因為像拉雲加威金斯這組的 這個扣爛陣 我能做的有限 你知道嗎 好 那麼首先這場比賽的話 對面先跳球 拉雲直接內切給到威金斯 我說實在 因為威金斯他的花式灌籃動作太多 你每次都要跟他猜拳 而且猜不太贏 你知道嗎 然後我這邊想選擇做一個 3-3-4-3-1 但是我這邊是沒有出控檔的 這邊再選擇蓋 但是這轉子還是沒有辦法蓋到 開場被連得4分 那這裡的話就盡量多給柯瑞一些進攻機會啊 然後籃底下恩比德自己選擇先上籃 威金斯給他拉雲 沒有人手的做拉雲啊 2-6 好 柯瑞自己選擇三分球外線 單字球被嚴重干擾 恩比德拿回籃板之後 直接這個推球速投 先來個三分球 5-6 威金斯盡量走內線啊 但看得到也很難守得到啊 柯瑞想選擇自己三分球外線單打 恩比德專練阿瑞之後 這邊又是個嚴重干擾 但最後搶回籃板 柯瑞選擇橫移後一個三分球 這一球總算命中 就給威金斯 好 我承認 這場比賽我承認 我基本上一個火都沒幹到他 等要說真的難防啦 好啦 這邊我再做一個小小的3-3-4-3-1 但這一球呢在空檔的情況之下 恩沒進 老實說剛才那個沒有進是真的有點可惜 因為已經有速度加成加10%了 但那個情況之下居然還是沒有進 不過這邊的話我接我球員之後 重新又組織一波 那是先砍兩分 那等一下有大決的時候我會再開一次 然後並且再嘗試做個三分球 這球拉文開大 我是成功扣到他了 好這邊的話再給直接 Steven Curry一個三分 Kerry麵拳直接出手 那這裡呢我直接做一個橫向橫移的中投 這球再進 目前15比10阿 整分上還OK 那維靖絲直接進來灌 然後他說我有決到可以頂投 然後他就真的頂投了 這邊維靖絲又灌籃 但是這個時候我還是想說給Kerry一個機會啊 看他要怎麼處理 籃下我選擇背身後直接轉身上籃 但是這球被蓋 他有意識到應該要這樣打 然後兩人干擾 最後總算把他扛了下來 這球籃板是沒有抓下來的 哇 歐洲部進去威靖絲灌籃 Kerry撞了一下之後 籃下想說先搶分 然後17比16 接著這個防守回合 Kerry是直接漏人 那這邊是17比19 剩7.9秒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就非常適合我直接開個大絕 來 直接交給我 3 3 4 3 1 1 絕殺 三分蛋 恭喜 我這把在防守方面是真的沒有太多劍術啦 但至少進攻方面是可以的 好 接著我們來到下一把比賽 那這把比賽的話就是 現在META組合 那包含了我們的哈登 雷納德跟波神 波神因為現在狀態火熱 3分跟中頭都有額外加2點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波神都到處滿街走 那這場比賽我記得打的是比較緊一點的 那這場比賽的話我們先跳球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3 3 4 3 1 連段先出一次 但這球是可惜沒進 就像我說的啊 你非常有可能就是前面是不會進的 但對面對位的是雷納德 還是可以使用這個連段 3 3 4 3 1 那這邊的話你就有一個非常大的空檔了 但是呢 接下來就不要再用這招了 對面基本上知道你想幹嘛 對面就會鎖住你了 我對位哈登 這邊雷納德上籃 就注意一個原則啊 就是放2不放3啊 所以剛剛那球就讓他籃下打是還可以的 啊但這球 連亞德直接把我超掉 你在連亞德面前不要運球太久啊 有時候甚至他只要那個黃圈一出來啊 你在他面前就是不要動啊 趕快把球傳掉啊 這球波神搶回籃板 雷納德跟我走同樣位置啊 幹 你就看這球 我被超了多無奈你知道嗎 喔對喔想起來了 這場比賽我被雷納德 洗臉你知道嗎 這場比賽我至少被他斷了大概4球左右吧 幹打得很痛苦 翻身上去直接打 波神通常都不會意料到這招啦 就是內線通常是很難守住這球 然後接著這個回合 哈登 double step back 但是因為是超遠三分球這球沒有進 波神拿回籃板 這邊想說再打個連段 但是呢哎我們雷納德 海濤法師啊哇塞 直接把我 濤到媽都不認得啊 但這邊哈登也是自己爛頭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先上籃 先搶分啊 然後這裡等一下的話換我換防 我們的這個雷納德啊 雷納德的灌籃老實說 不好守 真的不好守 因為剛才哈登被晃倒了 但我這邊沒有堅持自己的原則 我應該選擇去守外線雷納德 然後放哈登兩分 應該是要這樣子的 好這邊波神外線空檔 直接選擇給他一個三分 只有出手沒進沒關係 3-3-4-3-1 這邊再出一次 第一次進了第二次基本上就不太容易再這樣進了 但是這邊我就直接選擇開大 我這邊就直接命中了一個三分球 本場比賽我已經得十分啦 而且跟各位講 是在雷納德重兵看管我的情況之下 我還能拿十分啦 我覺得我已經很厲害了 好這邊藍板波神搶下來 轉身 這邊再給到波神外線開大 我外線 居然 直接放他三秒鐘 這是他們最大的失誤 雷納德內切 兩分給他 我就老實跟你們講 我兩手一探啊 我守不住啊 這邊球再給我 這一球呢 看得出來他開大已經 掏到我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那球黏在我手上啊 我不知道Bug還怎麼樣 但那球還是在我手上 沒問題 阿登 直接後撤 這是一個兩分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擁有很巨量的一個優勢啦 但這裡呢 我的隊友們皮了一下 他們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壓時間啦 但照理來說不應該這樣做 應該選擇直接進攻啊 那這裡是雷納德 再給他哈登 再回給雷納德 這邊這球我沒守住 然後2.3秒這球呢 是直接進入延長賽 那延長賽呢 我們先跳到球 這球我差點被斷掉 然後球拿回來 接著呢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對我是雷納德 而且他的那個量表快滿了 我嚇到直接把球傳出去 Ciacon 來按轉身 再回購 他量表沒了 這邊直接選擇三分 沒問題 他量表一滿啦 趕快傳球 你也不要管其他的 雙重後車步 這邊直接擺給 恭喜 但這球 是給雷納德一個 擋住我啦 然後我嚴重干擾 這球沒進 博神把球拿回來 現在雷納德量表還沒滿 量表滿了 不要 剛剛好嚴重干擾 有意識到他準備要開大了 這邊想說不要皮 我們這邊直接穩定的做這個 兩分進去 那這場比賽也算總算結束了 就我這些隊友都很皮 你知道 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5.9秒 就不要壓時間 進去直接幹 但他們還是選擇要皮一下 那真的是不怕會操的 但這把比賽也算成功了拿下 這場比賽我們砍下17分 李夢這個角色的話 我個人認為他需要搭配的人 可能是一個主控手 比方說像 Steven Curry 或Jobs Harden 那當然他配合像雷納德 或是詹姆斯這些封信的話 也是可以指他的效能 我覺得會稍微減弱一點 對面如果有雷納德的話 那你可能是真的滿麻煩的 因為你也算是一個可以做組織的球員 你一球再走 雷納德大決一開呢 你可能人就不見了 那內線最佳搭配的話 我個人覺得呢 還是我們的越級騎 因為他其實很多時候呢 是靠我們這個交叉運球呢 以及我們後電部取消 去做到一個更大的空檔 那如果有個約機騎 可以幫你做個擋拆呢 那你打起來就會非常的順利 好那以上的話 是我們今天李夢的一些教學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進行留言 那如果在電部上有遇到我的話 都歡迎跟我交流指教 那今天影片也希望各位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 掰掰